他不是吃电池也不是吃太阳能的 但是他为什么可以打出这么大的声响 原来很简单 澳洲牛鞭总共分成了三节 第一节为木手柄 他比传统的鞭子要长了一些 方便我们牛仔骑在马背上的时候 鞭子不会打到马屁也不会打到自己 第二节为尼龙绳 在早期他是皮质的 但是因为容易下雨受潮 现在改成尼龙绳 有黑色的也有黄色的非常鲜艳 第三节是我们鞭子最重要的一节 叫做白色的黏绳 其实我们就是利用这个白色的黏绳 在空中对打出来的节律声 利用这个声响来打虎牛羊之 并不是把鞭子直接打到牛羊身上 没有那么残忍 但是各位看到这位银蛇牛仔 身材非常的壮硕 他打出来的鞭法也非常刚烈 非常威猛 鞭子今天是什么鞭法 花式快鞭法 有融合两种鞭法 我们拭目以待 花式快鞭法 翻到左手咯 21响真的不容易 跟这批都站出来了 非常华丽 大家会觉得说打这个鞭子很好玩 对不对 其实我还要给你们一点信心 因为我是我们所有的牛仔朋友鞭子打最烂的 可是你看鞭子打最烂 随便打都可以打出声响 为什么要给大家有信心 其实更简单 因为我们现在现场 就要开放一名观众朋友 来挑战我们的鞭子 有没有 小朋友举手非常热烈 但是不好意思 我们要大朋友 我听到后面好像有人在喊来喊去 是哪一位 直接把他推出来是不是 还是我左边有观众 这边已经有人举手了 是不是掌声鼓励一下 怪怪的 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要上台 我搞不太清楚 原来是男生帮我们的女生 来来来来 小姐掌声鼓励一下 我们请我们的小姐上台了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前排的观众朋友们 请坐在椅子上 两伞先收起来 不要挡到我们后面观众朋友们的权益 今天来了一位小姐要来挑战我们的鞭子 在场的人士 今天大概也有两三千人 两三千人当中 只有我们一个小姐自愿上台是不是 好像也不是哦 因为我刚刚看到 好像是被推出来的是不是 后面那个是不是 黑色衣服那个是不是 小姐还没反问你 不要问你一件事情 他真的是你朋友吗 看起来好像是 好没有关系 来先拿到我们的台台 鞭子给你拿 既然已经上台了 就不要想那么多 他出来也会想的 甩得更大 不要想那么多 小姐贵姓大名贵姓 杨小姐打杨鞭是不是 不是啦 杨小姐打牛鞭 蛮好玩的 来自于哪里 鱼林的杨小姐今天要来挑战我们的鞭子 可是你看到刚刚那个牛仔 他那样子的鞭法少说也要练三个月才会有像个样子 当然我们的观念朋友这么多不可能等你两三个月 但是你不要担心 我们现场有一个东西是专门配合你的 马上就可以来打 但是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看一下在我们的助理手上 小肚手上是什么 小朋友告诉这个姐姐 这个是什么东西 气球 气球对不对 我打得到了 杨小姐你知道待会要做什么吗 打气球 没有错 待会就是用这个鞭子还有这个气球 我们用这个鞭子把这个气球打破 有没有信心 我们的牛仔都已经站好 没有信心 是怕打不到气球还是会把人打受伤 你会怕会把他打受伤 没有错 我们的杨小姐心定非常的善良 她怕自己没有打过鞭 我们今天要去打气球会把我们的牛仔给打受伤 但是杨小姐你想太多了 也不要去担心这些问题 只要有信心就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但是这项任务其实是有一点点倒霉 到底是什么倒霉 不是待会要天黑要下雨 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 杨小姐不好意思 其实你是拿气球的 奔子才是我们拿的 哎呦 吓坏她了是不是 而且是由亲自找 等会把我们的音响先架起来 教一下我们的杨小姐要怎么打边 而且今天是由我亲自操边 等了这么久 我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了 对不对 但是等一下 一子 昨天下午表演的那个观众朋友出院了没有 还没有 杨小姐 昨天下午是我打边的 那位先生后来被我打到现在还在普遍基督教医院 我看我们还是让给专业一点 给一折牛他比较厉害 人家练得比较久 而且刚刚打边打得这么神勇 一折多久了 两天啊 两天够了 不用怕 好可以了 来小杜先教我们的小姐 先站一位 小姐你要去哪里 在这边 好气球拿好准备要开始了 小姐 你这样子拿气球的话 待会会出人命 为什么我教你 小杜先往后退一步 为什么这样子拿气球手会受伤 因为你看 你这样子拿气球一定会打到你的手 来来来杨小姐不好意思 我们刚刚忘记怎么教你拿气球了 来这边一下 拿气球是有一定的规矩 双手握紧气球 放在头顶前45度角的位置 待会头就是把我们的气球消破 所以你要这样子拿 但是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刺激没有关系 大腿内侧 这两个地方 杨小姐选哪里 选回云林去了是不是 不行 选一个地方拿好了 还是要用手拿吗 正确了 因为昨天那个先生后来是夹大腿 后来是哪里受伤 我们就不要再讲了 好 拿好气球之后 双手一定要握紧 好 拿好之后要打气球之前 杨小姐 我们第一边 我们不是要打针的 第一边先要让我们的一则去试一下鞭子的距离 不然鞭子太常会打到你的脸 所以第一边你不要动 头 身体 手千万不要动 我们也不会去打气球